你能想象在美丽的湖中 一边欣赏湖光山色 一边享用美食佳肴 仿佛走入童话世界的幸福吗 有着高雄后花园美称的观音山 吸引不少热爱大自然的游客前来朝圣 在这美丽风光中 有间已经坐镇四十余年 客人依旧络绎不绝的景观餐厅 现在就让我们用湖光佐美食 享受一场浪漫约会吧 父亲最早那时候是在这边 让人家钓鱼划船 那时候也是因为资金的问题 所以就是把餐厅盖在水上 这样让大家觉得 哇 来这里好漂亮 这样子又跟其他的餐厅 有很大的区别 观音山周遭以土鸡料理闻名 在这竞争激烈的市场中 黄老板坚持使用县载土鸡 也不惜成本 使用成长速度慢 肉质Q弹的笋科鱼 只为让客人吃到新鲜美味的料理 不仅如此也不时研发新菜色 打破客人对于老店的刻板印象 早上三四点我们就去市场抓鸡去店载 所以这是最新鲜最保存原有风味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现在最有名的就是白斩鸡 我们的盐菊鸡跟白斩鸡是目前最强力推荐的主轴 还有我们的药膳鸡是用快要20种药材下去炖煮的 白斩鸡它是刚从山上里面养殖之后运送下来 它的肉质非常的鲜韧 因为白斩鸡它拿回来之后 它要经过40分50分之后去慢慢熬煮 完了之后就马上拿去冷冻 让它冷却 就让肉质才会比较Q嫩 由于对食材挑选的讲究 以及在料理过程的用心 不仅吸引许多死中陶客从黑发吃到白发 也因为美丽的湖中风光 成为何家同乐的好去处 我们从他们爸爸开始做的时候就来了 当然他美味以外还有特殊的特色 要让人吃这么久会常常在来代表它才有在改进 有到在菜色有变化 今天是第一次来用餐 因为我觉得这边的环境非常好 包括今天天气非常的凉爽 我觉得说又下了一点点小油 我觉得这种好像有心情画意的感觉非常棒 大车所有的餐厅都吃过了 不管是小吃部还是说 这个土鸡汤 什么吃是脆的这个酒饭 七还外条 白Q 还有丁 真正回味无穷 夜晚静悄悄的到来 你可千万别急着离开 在灯光与湖水共舞的璀璨 正是在湖中用餐的好时机 享用美食之余 不难发现在湖中缓缓行驶的送餐列车 这可是老板的小巧思 我们这边用轨道火车下去送餐 最早其实因为地比较广 然后又在水面上 所以如果你用人力送餐的话 就会比较浪费人力 然后又让餐点很快就会冷却 所以我们就选择用火车来代替人力 用火车又变成我们一个特色 让人家觉得火车餐厅 好奇特好特别这样子 有着四十余年的好口碑 持续用心创新 黄老板在服务面 料理口味上都不断地精进自己 期望未来能够朝向精致化 套餐式的方式 进而能服务到更多层面的套客们 所以我后面我自己在想 在进步想说研发一些套餐型的 或者是宴会型的 就是一些团体课 我可以用一点点的钱 然后来吃到每一样餐点的味道 比如说我一定要约十个人 还是五个人 然后我们才能点四五道菜 我们才吃得完 这样子再不会造成浪费 然后也是跟现在年轻人 从来那么压力 一定要找一堆人来那种感觉 以后就是年轻人 可能我们觉得三五好友 还是一两个人要来这里 做个约会 就是有他们有那些套餐式的 用餐方式这样子 品尝独特风味 作用整片湖光山色 使人生一大享受 你还在烦恼假日何处去吗 来一场高雄观音山下的 湖中约会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